曲名人 妹妹子啊 媽媽那個湯啊 實在是煮不出來了 太忙了 你去菜市場 幫媽媽買點菜啊 水果啊 找適合均衡飲食 還有今天的五蘇果的原則 把那些健康食材帶回來 下禮拜啊 妳斷考結束 就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囉 真的嗎 只要完成媽媽的任務 我下禮拜段考完 就可以跟同學出去玩嗎 媽媽妳說的 我們要一言為定 好 一言為定 媽媽叫我來買符合均衡飲食 還有天天舞蔬果的青菜 到底要買些什麼好呢 這家蔬果店的老闆娘 好像很專業 我來問問看她好了 欸 妹妹子 你來幫媽媽買菜啊 來來來 我跟你說 今天的菜啊超新鮮的 老闆娘 你可以幫幫我嗎 今天媽媽叫我出來買一個 符合均衡飲食 還有天天舞蔬果的原則的晚餐食材 我要怎麼挑才好呢 什麼 你要均衡飲食 喔 這樣找我就忘了 這個呢 南瓜我們台灣小農產的最讚了 這個啊買回去當今天的青菜湯 不錯喔 好喔 很像不錯耶 晚上就拿這個南瓜湯 來當今晚的青菜好了 還有啊 像這個青豆仁 豐富的蛋白質來源 給你補充一下蛋白質 買這個啊 可以叫媽媽拿去炒飯 好 青豆仁 對耶 對耶 老師說要補充蛋白質 那今天就用青豆仁 來當我的蛋白質來源好了 看看 還有什麼喜歡吃的青菜呢 跟老闆娘講 我幫妳介紹 她們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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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是不一樣的 妹妹子啊 今天媽媽交派給妳的 均衡飲食的任務 就讓營養師在這個攤飯前告訴妳吧 最近呢 我們有新的均衡飲食 居然出現了 那想要做到均衡飲食 就要先搞懂食物分類 好 那在均衡飲食之中呢 記得裡面最大塊的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我們的全骨雜糧類 那全骨雜糧類呢 主要提供我們 重要的熱量來源 還有很多植物性的營養素在裡頭 那像是蒜池纖維啊 或者是像維生素B群 這些營養素都有在我們的 全骨雜糧類裡頭可以吃到 那全骨雜糧類的食物呢 有像是玉米 還有像是南瓜 還有像是芋頭 好 還有晚餐吃的白飯 或者是糙米飯 還有剛剛這個青豆仁 常常用來炒飯的青豆仁 它都是屬於我們全骨雜糧類的食物喔 不要搞混了 它可不是豆制品喔 那在這個市場裡頭呢 你看桌子 除了這個全骨雜糧類之外 還有什麼 就是這個青菜 對 沒錯 像這個啊 哇 又白又大 小紅茶的乾蔥白菜 它呢 就是我們的蔬菜類 媽媽剛剛還特別跟你說 還要做到天天五蔬果的均盆飲食原則 所以呢 蔬菜呢 一天呢 需要吃到三種 三份蔬菜 那可以給我們膳食纖維 還有提供很多很不一樣的植化素在裡頭 是我們身體上非常需要的 菜攤上還有哪些東西呢 像是這個水果 對 水果呢 你記得媽媽教你還要買天天五蔬果 還要做到天天五蔬果嘛 那青菜跟水果一樣嗎 不一樣 它們是絕對不一樣的 青菜呢 可以提供好的膳食纖維 還有植化素 而水果呢 它除了膳食纖維之外 它可能提供我們有營養素 像是維生素C啊 或者是一些糖類 它的糖呢 是比蔬菜更多的 所以說水果跟蔬菜是不能互相取代 只有在這個菜攤裡頭 我們沒有看見的還有什麼 像是豆 魚 蛋 肉類 那接著呢 還有像是我們的滷製品類 還有像我們煎堅果種子類 這一些呢 像豆 魚 蛋 肉類 黃豆呢 它是屬於我們六段類裡頭的 豆 魚 蛋 肉類其中的一種 那它可以提供我們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肉生長 那也是我們細胞修膚很好的材料 那還有呢 剛剛有講到滷製品 滷製品呢 對於小朋友來說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想要長高長壯 那要長高的話呢 就是需要有牛奶裡頭的鈣質 那一杯鮮奶呢 它可以提供到 我們每日所需的 鈣質的含量的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小朋友來說呢 必須要喝到1.5杯的鮮奶 才會足夠喔 還有重要的就是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那油脂與堅果種子類呢 它就是主要提供我們油脂的來源 那油脂在我們身體上有什麼重要性呢 它主要呢 也是提供我們的熱量 那它也是我們的神經細胞在生長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 但是呢 要注意油脂類呢 千萬不能攝取過多 不然很容易造成肥燙的問題 所以呢 要做到均衡飲食的原則 就必須要先懂得分類的概念 那在食物分類的概念搞懂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些菜裡頭 去挑到均衡飲食 像是我們的玉米 青菜 還有水果 這樣子六大類食物 你就可以做到三大類了 那其他呢 就從冰箱裡頭的 豆魚蛋糯類 再去把它拿出來 來組合一個均衡飲食的健康餐盤 媽 我完成你今天給我的熱物了 你看 妹妹子 你好棒喔 好 下禮拜呢 段考結束 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喔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因為我遇到一個貴人啊 貴人是誰呢 這個不能說 在買東西 找我 拳 接此 靠 接 taki 幫 接 自裡 不 報告 的 不